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说说萝卜的田间管理 萝卜属于半耐寒性的植物 它在2-3度的时候其实种子就可以发芽了 当然那不是最理想的发芽温度 发芽最理想的温度是20-25度左右 它的叶片生长适应的温度是15-20度左右 肉质根膨大,最适合的地温是13-18度 所以温度太低了不行,当然太高了也不合适 当然这些都是理论上说的 从我们来说只要立秋以后种萝卜 基本上温度是比较适合它生长的 我们这些萝卜是8月2号种下的 8月9号有2-4片的真叶长出来了 这时候就可以开始进行田间管理了 还是从理论上来说 当它有2-4片真叶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开始建苗了 但是我没有建苗 一个是我们种的不是特别的密 可以看着它长得比较大在建苗 第二个当时都被虫子咬得非常厉害 我不是很确认它们是不是都能活下来 所以我就决定等到大一点的时候再说 关于萝卜建苗 我专门有一集视频说的是这个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右上角的信息处找到 这一集我们主要讲一下关于水肥的管理 另外讲一下光照 我们先来说说水的管理 也就是说怎么浇水 萝卜虽然它的根系很深 但是它的叶片比较大 所以它不耐旱 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说要多浇一点水呢 也不是 因为水分过多的话 土壤里的空气不足 也会影响肉质根的吸收和膨大 表面也很粗糙 先来和大家说说看我是怎么做的 萝卜在种下种子以后 我们浇了一遍透水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然后只要土壤湿润可以等出苗以后再浇水 当然这个你千万不要教条 因为每个人所处的地方不一样 它们的气候也是不一样的 而且每年气候也不一样 如果种下去以后它的气候非常的燕热 而且那几天特别的干燥 当然你还是要浇水保持土壤湿润 等到长到两到四片蒸叶以后 最好是隔一到两天浇水一次 但是注意天气不要太过艳热和干燥 如果太过艳热和干燥 当然要适当的多浇一点水 如果你一开始浇水太多的话 它会拼命的长叶子 这样对根茎的发育其实是并不好的 我们需要它的水适当的少一点 这样它的根茎才会一直往下扎 这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 因为萝卜我们收获的是根茎 我家有一位特别喜欢浇水的人 每天都要浇一点水 说了也不听 但是这种情况也不要紧 你要是每天浇水的话 适当的保持它的表皮湿润 不要叶子干掉了就可以了 现在看看其实这种方法还挺好的 每天浇一点水浇的不多 保持表皮湿润 这样子它的叶子既不会蒸发掉太多的水分 另外呢它没有浇到底下 所以它的根茎还是往下长的 你可以试一试 还有一点就是浇水时间 通常情况下萝卜浇水建议要在傍晚 因为早上通常是有大太阳的 如果你浇了水以后 它的叶片蒸发非常快 容易把叶片晒伤 所以傍晚是最好的浇水时间 现在来说一下关于萝卜的光照 萝卜是需要有充足的光照的 这样它的光合作用强 物质积累的多 肉质的根才会膨大的比较快 相对来说产量也会高一点 我家里种的这块菜地 基本上每天都在8-10个小时的光照 你不一定要这么多 但是我个人觉得如果光照太少了 肯定是不行的 现在我们来说一下关于萝卜施肥 萝卜施肥理论上讲起来其实挺复杂的 比如说长叶子的时候施蛋肥 根茎庞大的时候施甲肥 可是我们家庭小菜地种植 一个是没有那么多经验 第二个也不是有什么商业化的目的 一定要萝卜收成多少 我们施种的开心差不多就行了 还有就是家里头并没有准备那么多 蛋林甲各种各样的肥料 我来和大家说说我最简单的做法 目前看起来还是挺有效的 首先就是土地要松软 然后下多多的底肥 我所有用的底肥都是这种牛粪或者羊粪或者牛羊混合粪 大家一定要记住很多人提问 这个都是堆肥 你看到它上面写的是composted 这个肥效不是非常的大 但是非常的有效 而且如果你多放一些这种底肥 可以保证它的土地松软非常的好 现在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萝卜的追肥 第一次追肥在幼苗长出三到四片真叶的时候 可以加一次牛羊粪堆肥 这个时候因为牛羊粪堆肥的肥效不是特别大 不会伤害到小苗 另外经过一段时间的生长和浇水 表面的土壤已经有一点丢失了 所以你上这个牛羊粪 相对来说等于是给它赔了一次土 我觉得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你可以试一下 第二次追肥在建苗以后 我还是会建议你可以简单的加一点牛羊粪堆肥 操作的方法非常简单 就围绕着萝卜的根部尽量不要碰到它的根茎 然后撒一些这个干的牛羊粪 撒完了以后就开始浇水 这样整个操作就完成了 现在我们来说第三次追肥 萝卜的肉质根开始膨大以后 我们可以进行第三次追肥 什么叫开始膨大以后 你可以看到它有一点烧烧的露出地面了 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种有机肥料 这个有机肥料你可以看到它的数字是448 也就是说甲肥比较丰富 这个对萝卜的根茎膨大是有好处的 它的背面也有很多说明 告诉你怎么使用 其实挺简单的 就是在根茎的周围撒上一些这个干肥 然后用土把它们掺和起来 最后再浇水就行了 现在我就来操作给大家看 先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里头是干燥过的颗粒肥料 肥料的成分表在袋子的包装上都有写出来 如果你不用这种肥料 单纯的还是使用堆肥的牛羊粪 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 我两种都试过 操作的时候就这样非常简单 绕着它的根部 在这个地膝上 撒上一些干肥料的颗粒 就这样尽量的不要碰到它的根部 至于用量多少包装上都有说明 通常情况下我会用它指定量的一半 或者更少一点 撒好了以后就这样 用一个小铲子或者其他的工具 把这些土扒了一下 尽可能均匀的把肥料和土掺在一起 如果你单纯的只是使用牛羊粪堆肥 同样的还是绕着这些萝卜的根部 撒上一些干的牛羊粪 尽可能的不要碰到它的根部 其实我觉得这个牛羊粪就已经足够了 不论你是用哪一种方法施肥 用堆肥牛羊粪也好 或者用买来的那种颗粒状的肥料 施完肥以后都需要浇水 这浇水要从顶上浇 一方面可以洗一下叶子 不要让叶子沾染上太多的肥料而烧伤了 另外一种也是使得这些肥料 可以缓缓的渗入到地面里头 通常情况下我们只要追肥三次 就可以不用再施肥了 我们只要保证浇水就行了 每次追肥的时候 尽可能的在下午没有太阳的时候 或者阴天进行 这样萝卜再施完肥以后浇水 就不太容易受到伤害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集再见 我们下集再见 我太有危险了